美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在此以所谓新疆人权 为由对中方的有关人员和实体 实施制裁 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新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中国的直江政策深入人心 美方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格 指手画脚 横加干涉 美方所谓制裁 充分暴露出美方 以将制华的险额用心 充分暴露出美国假民主 真强权 假人权 真霸权的虚伪本质 我们正告美方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打击暴恐势力 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的决心 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新疆事务 和中国内政的决心 坚定不移 美方的暴行逆施 破坏不了新疆发展的大局 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我们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如果美方执意妄为 中方必将采取有利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